南台湾Online 欢迎收听南台湾Online的节目 我是主播郭子玲 今天呢在节目这边 我们要来介绍就是屏东这边呢 有一些精彩的艺文表演活动 一定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在现场呢 我们来邀请到的是 屏东县政府文化处的吴明荣处长 处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今天我们首先要来介绍一个 非常具有屏东的这个文化特色的演出 叫做半岛风声烧蚌蚌 冠德红山烧蚌蚌 对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个演出的名字的时候 我们就也有在讨论 就是说那个半岛 对我同事就说要叫半得 对对对对 然后呢 这样听起来就是很有恒春啊 或是屏东那种刮起洛杉丰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没错 因为 我们恒春半岛有关于这个洛杉丰 那 administrator 我觉得其实就是 恒春半岛其实都是 就是跟着这个洛杉丰 那其实在过去这十几年来 其实屏东县政府一直希望能够 把屏东的这个恒生半岛的这个乐情 跟思想起这个民谣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一文乍根的方式 把它发扬光大 那么其实我们过去这几年来 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在地的文化 在台湾 其实我们都一直在讲 就是说越在地越国际 那如果说任何的一个文化 能够真的成为国籍 那绝对是非常在地的 对不对 对对对 很有特色文化 对因为如果你是跟人家比那种 什么名牌或是纸上流情 大家都一样 对而且我们也拼不过人家那些 比如说什么米兰 那个什么纽约 那所以呢 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把屏东在地的 这些文化发扬光大 那这个半岛风生雪棒棒 这个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其实我们过去这十几年 我们刚刚谈到 我们是一直希望能够用一文扎根 那我们这十几年来 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个成果 就是几乎恒春半岛 所有的国小国中的学校 每一个人人手都一直乐琴 哇真的 对而且每一个小朋友都会弹乐琴 我知道在屏东有推广乐琴 但我不知道说已经到 每一位小朋友的那个上学的时候 都会学到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你也很感动 因为这十几年来 因为我们一直在做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计划 也得到我们文化部 在去年在一文扎根 是那么晚 就是第一名 而且我们文化部的一文扎根计划 也是以这个恒春民谣这个案子 来当做他的宣传短片 所以其实我们努力也终于被看见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半岛风声协谤华的概念 其实就是从这样的概念出发的 那去年我们每一年 大概十月份的时候 我们都有这个半岛歌谣记 是对 那我们现在叫半岛歌谣记 那么去年呢 我们把这个 恒春民谣 还有乐琴 还有在地阿嬷的故事 我们透过音乐剧的方式 然后在半岛歌谣记期间 在我们的这个 恒春古城前 我们搭了一个 罗马寺的这个剧场 我们演出了一个 就是半岛风声协谤华的音乐剧 结果大受欢迎 然后所有的文化部的这些长官 还有所有这些老师 还有在地的 重点是在地的这些民众 这些的 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 还有这些观光客 所有人看过这个音乐剧的 大家每个人都掉下眼泪 包含我们的先长 所以他的故事一定很动人 对 因为其实就是 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 其实女性的那个婚姻 其实都不是自己决定 那在那个年代 在阿嬷的那个年代 那么他们可能命运的身不由己 所以他们只能透过乐琴 还有他即兴的那个鼓调 即兴的那个歌词 来出发自己的心情 对 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音乐剧的一开始 刚好我们过去这两年来 刚好有做这个国家文化技艺库 我们把屏东 尤其是恒春半岛的这一些阿嬷的影像 还有这些声音 其实都已经都把它保留下来 所以我们一开始一开幕 就几乎把所有的 这是影像 还有音乐 那种苍生的音乐 先放出来 其实当那个音乐一下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 尤其是女性观众 大概眼泪都掉下来了 那我觉得当然 我觉得在地的这些故事 尤其是阿嬷的故事 其实能够 很能够得到大家的共鸣 所以为什么这一出戏 这么有温度 然后这么好看 其实就是因为 每一个人 每个人都会有阿嬷 其实都会想到阿嬷那个年代 然后大家心有气气焰 所以其实这一出戏的共鸣度 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这个戏的主角 就是三位女性 也可以就是说 我们的三位阿嬷 她们年轻的时候 然后一辈子走过的故事 其实我刚刚有想到 就是这一个戏的名称 半岛风生 小半婆 就是那个好像会有两个感觉 一个就是说 她们三位女性的互相 因为小半婆就是道顶嘛 大家就一起 就是分享支持 对不对 互相的拉拔这样子 对有女生互相这样子的一个 走过来的感觉 还有就是好像跟当地的这个文化 或是说整个的地理环境等等 就是怎么样在土地上面 去融合或者是说 对或者是说去挑战 这个当地的这个环境状况 这样子 好像我有这种感觉 对因为其实当时 这个剧其实在讲的是 恒春的 有恒春的民谣 有满洲的民谣 那分别在满洲的这个 一个阿嬷 一个少女 当时的少女 还有跟恒春 当时的少女 还有一个是 在恒春这边开打货店的 就三位姐妹之间的故事 从她们开始是互相的斗嘴啊 然后到最后互相的扶持 然后这样一辈子 就是我觉得悲欢离合 然后酸甜苦辣 其实我觉得其实在讲的是现代女性 尤其是过去那个过去那个年代的那个几位女性的那个故事 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 每一个女性都可以在这个故事里面 看到自己的影响 看到自己的影响 对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女孩子一定会有一些闺蜜嘛 然后会有 人家说心目 那其实我觉得 为什么这一出戏 真的大家如果有机会进来看的话 一定要带卫生纸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一种女性之间的这一种相互扶持的那一种情感 真的非常非常的动人 那这一出戏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是 除了几位有是专业的这个音乐剧舞台剧的演员之外 其实大部分很多都是在地的阿嬷 还有在地的我们透过这个造星计划 领选出来的小朋友 参与演出 很多素人吗 对 但是我刚开始也很担心 素人会不会不专业 就想说那个会不会素人上去 好像感觉上就是一个表演的活动 这样而已 没有 我真的 我觉得真的 我不能讲说是跌破眼镜 当然很不礼貌 但是对我来讲 我真的是眼睛为之一亮 就是说这些阿嬷 因为其实坦白讲 再怎么专业的演员 其实都没有像阿嬷这样 这一辈子历经沧桑的那一种 唱这一种民谣的那一种沧桑感 还有那一种声音 所以当阿嬷 这几个阿嬷唱出来 他们的这个生命故事的时候 那个每一个人 我相信那个基地都要掉满地 对 因为我真的觉得 很多的这些专业的演员 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功力 可以演出 这个 这个 戏剧的流畅度啦 跟他深入的感觉 对 但是那一种经验跟常常感 我相信 没有人比阿嬷更厉害 对 然后那些小朋友 也跟阿嬷互相传承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这一出戏 会得到这么 这么 大家这么大的回响 就是因为他有专业 然后演员 然后他也有这些阿嬷的这一种 人生的 素人朴实的演出 这样子 然后还有小朋友 他们真的力争上游 还有他们在为整个恒春民谣 未来想要扎下根基的这一种气图 我真的觉得这一出戏非常非常的好看 是 所以阿嬷他们会现场演出吗 就是不是那种已经录好的录音带放出来 全部都是live 真的哦 然后就是一面谈一面唱 对 而且我真的觉得他们好厉害 因为他们都没有看 他们都把那个歌词都记得牢牢的耶 因为当然我们现场都可以看到 后面有那个自摸 但是阿嬷他们就是 真的是花功夫的 所以我其实也很感动 就是一些阿嬷都已经 可能七八十岁 但是他们可以把整本的剧都记在脑子里面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出戏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这些演出的阿嬷是在地的传译师吗 对 其实有在恒春还有在满洲 其实他们都有这个民谣的协进会 那这几年来 其实皮农县政府也一直在培养跟支持这些阿嬷 其实像我们这几年 像去年跟前年其实我们有提这个人间国宝 就是我们的恒春阿嬷的这个 这个针对这个民谣这一辈子的努力 像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在恒春很多这些阿公阿嬷 其实他们都是 因为其实这个恒春民谣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特色 就是他的歌词都是信首年来 都是即兴的 他并不是说我一先把词写好 我然后把它背起来 不是 他是比如说我在跟你跟你 别我跟你谈恋爱好了 他是及时的透过乐情 然后他就把他想要 他想要念歌曲 而且还可以押韵 所以你就知道这些阿嬷其实他们功力真的很厉害 对 真的 好 那这一出戏呢 刚刚处长有介绍就是 去年是在恒春的户外剧场 那这一次呢 就是把它带到音乐厅 所以这样子两个不同的场地在演出 那个感觉不太一样 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我们在去年的这个 这一出音乐剧在这个恒春古城前面 那因为我们做的是这个罗马市的这个剧场 那也大概只有每一场大概都是大概600个人左右 那其实我也觉得说我们应该鼓励这样子好的剧 然后所以呢 我们就想说好 那我把它搬到屏东演艺厅来 其实搬到屏东演艺厅来 当然所有的这些技术规格 还有还有这些所有的这些软硬体 其实都必须要身体要做一个调整 但是我觉得对这些演员或这些阿嬷 或者是对针对艺文扎根的这一群 努力很久的这一群人来讲 其实能够上得了屏东演艺厅 我觉得对他们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 那其实文化部也非常非常支持 也非常非常的期待 这一出戏能够除了在恒春半岛的这个古城前面演出 到或者是到屏东的演艺厅来演出 更希望能够到全台湾各地 甚至到国际的场合去演出 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屏东演艺厅的演出 其实它只是第一部 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 不是只有在恒春半岛人能够去看得到这一出音乐剧 我希望到了这个屏东演艺厅之后 其实有更多人去看到这一出好的音乐剧 那当然我们下半年会直攻台北这样子 是是是是是 好刚刚的处长一开始有讲越在地越国际 也希望说可以跟更多的朋友们来分享 这个充满着屏东浓浓文化气息 这样的一个音乐剧舞台剧的演出 而且如果真的有机会来看这一出戏的话 一定要带手 看过的人都很感动 那么这么精彩的演出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是3月21号礼拜六晚上的7点半 还有3月22号礼拜天的下午2点半 有两场在屏东演艺厅 是那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把握机会来看我们的首次 搬到这个就是整个演艺厅 室内的这样音乐厅的演出呢 好那欢迎大家去购票 另外呢也要请吴明荣处长呢 跟大家来介绍 这一季呢屏东演艺厅呢 我们屏东县文化处呢 除了半岛风声 小棒棒这个节目之外 还有其他很精彩的一些 艺文表演的活动 是不是也可以这一个机会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是啊 今年刚好是贝多芬 250周年的一个纪念 所以在演艺厅呢 在今年在整个世纪 都有针对这个主题 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个 演艺的一个节目 当然像我们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其实都有免费的 沙龙音乐会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各一个小时 就是说 透过很多不同的音乐家 然后有音乐家做导龄 然后现场演奏 然后跟大家分享 或是说这些 做些曲的一个故事 这些其实都是跟 维着这个贝多芬有关 是 那么在今年呢 当然有很多的这些 音乐的表演者 其实我们也是以 这个贝多芬为主宠 包含他 像比如说我们的国内的音乐家 像德国巴哈 国际钢琴大赛的首奖得主 陈之宇 那到国际的这些 一个音乐家 包含这个 呃 吕美的钢琴家 叫做胡敬云 还有法国的马斯切尔 高琴三首 钢琴三首 等等 像这一些国际的这些 音乐家的演出呢 从独奏到交奖乐 其实都是以这个 贝多芬为主宠 那当然还有 就是 全世界的小朋友 尤其是女性 应该很喜欢的 叫Hello Kitty 对 很可爱 对很可爱 那我们在3月28号 礼拜六的下午的 两点半到 跟7点半有两场 有Hello Kitty的 这个音乐会 那这一出呢 也是为了这个 让小朋友跟家长 一起来 Happy的这种 这种场子 我们去年有一个 迪士尼的公主系列 那大爆满 那我相信 今年这个Hello Kitty的 这个音乐会 我相信应该也是 很不容易抢到票 所以 我希望大家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马上到我们的 这个两厅院的 收票系统 还有 平东县政府的 文化署的官网 去看看 还有没有票 嗯 是 我想这个呢 是很快大家 听到消息 就会抢票了 所以 Hello Kitty 它是什么时候 要演出呢 3月28号 礼拜六 有两场 一个是下午2点半 一个是晚上7点半 嗯 是 好 那像刚刚呢 我们介绍到 有贝多芬 系列在屏东县 演艺厅这边 所演出的 欢迎大家也去 官网 去查看说 这个演出的时间 场次等等的 一些资讯 那我有一个 很好奇的地方 就是呢 想问一下处长 我们从刚刚介绍到 非常在地的 这个 伴得红虾 小棒坡的 音乐剧 舞台剧的演出 然后呢 再到贝多芬 哇 这个西方古典音乐的 也邀请到很多 国际的这些 演奏名家 到屏东这边 来演出 那另外又 邀请到了 就是一个比较 现代偶像的这种 对不对 Hello Kitty 好像这个 风格类型 不太一样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 跟大家来 谈一下 就是说 文化处 演艺厅这边呢 是 什么样的考量 然后会邀请到 这些不同风格的 演出呢 OK 好 其实在 公部门的 这个立场 其实我们在 经营的演艺厅 最主要是要活化 那其实我觉得 在演艺厅的 里面的节目 其实我们每年 都费尽心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 照顾到很多 不同族群的 比如说 我们当然有很 很高端的这种 古典乐 像比如说 我们去年也找了 卡列拉斯来 跟我们泰晤谷的 孩子们 很精彩 对 非常轰动 对 那像是一种 比较高端的 这个艺术欣赏人口 音乐欣赏人口 当然我们必须 要去照顾到 但是我们也很希望 比较少 比较少 进到演艺厅来的 或者是说 一堆 一些小朋友 他们可能还在 音乐的启蒙 阶段 我觉得他们只要 愿意到 演艺厅里面来 那可能 这个 这场音乐会 它可能是 他小时候的一场音乐 但是他有可能 是奠定他 未来 想走音乐 这条路 或是对于 未来这个 所谓音乐 欣赏的这一种 素质 培养的一个过程 那对我来讲 我觉得在 评论演艺厅 我们希望能够 有很多不同的 音乐的元素 音乐表演的元素 能够让 很多不同的 县民 或很多的民众 可以走进来 音乐厅跟演艺厅 其实我们可以 问问大家 大家自己心里 猛心自问 我们过去一年来 我们进到演艺厅 或是音乐厅 听过一场表演的 大概有多少人 对不对 其实大部分 我想机率应该 不是那么的高 所以如果说 我能够有一些 是比较高端的音乐 比如说古典音乐 可以满足 这部分的群众 然后但是呢 其实有很多次 其实是很庶民的 大家都一直走进来 没错 大家走进来 一次两次 我觉得 其实像我们 坦白讲 我们这一些 比较高端的 艺术欣赏的 这一些人口 其实也是从 很庶民的音乐听起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平通演艺厅要做的是 我希望是 能够让满足大家 所有各种阶层 都愿意走到 演艺厅音乐厅 来欣赏音乐表演的 这样子的一个目的 希望我们能够做得到 是 而且我也看到 就是说 除了把这一些 受欢迎的 或古典的 但是呢 我们也发展 在地本土的文化 没有错 就把这些所有的 文化艺术表演 都在演艺厅这边 做一个展现 那在这边呢 就是也要请处长 来跟大家提醒一下 比方说我们要怎么样 及时关注 屏东演艺厅的资讯呢 其实可以上我们 这个屏东县政府 文化处的 这个官方的 这个网站 其实都可以 非常清楚的 可以看到我们 大概 目前整个演艺厅的 这个节目的 一个规划 那当然你也可以 参加我们的 这个屏东义游卡 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 这个加入会员呢 你其实可以 加入我们赖 我们随时有 最新的这个节目 可以在赖上退播 重点是 你只要加入 我们的屏东义游卡 你买任何的票 都可以打七五折 任何 任何的票 七五折 很差很多 如果两千块 如果两千块的话 就可以等五百块了 真的 然后这个是可以上 屏东文化处官网 来申办的 对 没有错 好 那最近呢 也要来谈一下 就是说 疫情的关系 那演艺厅 有没有一些 相关的措施呢 当然 其实我们 当然 不可 不可 不可避免 其实我们都还是在 这个 除了我们自己 管方的人员 每天自己 以前 都有量色体温 配到口罩 口罩之外 那么当然 所进来我们引进的 这些领众 我们当然 也希望能够 就是配合我们 量一下体温 然后背来口罩 然后还有这些消毒 清洁等等的工作 当然我们平常 这个整个管设的 这些 清洁保养 其实我们都非常 非常的用心 尤其在 最近可能 疫情 有一点点状况的 这个 环境之下 我们都希望能够 把这个 所有的 这个清洁工作 都能够做得很好 不过 尽量去避免 这种疫情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影响 是 好 那最后 还有要提醒大家 什么吗 我们是希望说 平等演艺厅 其实 很 很努力的 能够找到 能够希望能够找到 这种 大家亚俗共赏 的这些 优质的一些 表演艺术活动 对 那我们很希望 所有的民众来支持 我们平等演艺厅 所有的这些 演艺的活动 那如果 有什么样的 疑问 或是有什么样 需要知道的 其实你可以打电话 到我们 087227699 平等县政府 文化处 表演一集课里面来 我相信 有很多的 这些同仁 都可以为大家 能够解答 对我的问题 是 然后呢 包括说 我们刚刚介绍 一些演出的场次 活动的内容 购票等等资讯 大家都可以上 屏东文化处的官网 FB粉丝页 或是说LINE AT 对不对 或是说 可以直接打电话 到文化处 表演艺术课 这边来询问 都是可以的 对 今天呢 我们在节目这边 很高兴来邀请到了 屏东县政府文化处的 吴明荣处长 介绍了很多精彩的 这些表演艺术活动 那今天就要 谢谢处长了 谢谢 谢谢主持人 是我的听众朋友 南台湾Online 由中广江一台 台南台 高雄台联合制作 郭子凌主持 谢谢您的收听 欢迎听众朋友搜寻脸书 中广主播 郭子凌 粉丝专业 按个赞 将提供您更多的 南台湾Onli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